中华民国分会做了很多的事 出去为我们的中华民国争取了很多的荣誉 但是讲真的 他们这个团体据我所知 是匆匆忙忙成军的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前面已经断了这么久了 在很多资料都没有 很多资源都没有的状况之下 14位算15位了 15位 这个妇女同胞 为了中华民国台湾的名声 到海外去孤军奋斗 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 那这个也争取到了他们下一次来台湾 那我想请问 不是您刚才说三年一次开大会吗 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次去的话 我们当目标是说是要争取 下届就第25届conference到台湾来开 conference是每三年一次 但是每一个conference 就是说第20世线25世线中间中间有一次 叫做console meeting console meeting的话就是说 等于委员会理事会的意思 因为两个会中间要有一次 像我当选了vice president 我就是console member的 就是在委员会里面 我是member之一 但是member要为了这个会要持续发展 中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决定的事情 就由console member他们来开会决定 console member的会议呢 中间的其中会 其中会两三年中间的那一次最重要 那次的话要决定 比如说这个两个会期中间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或者联合国交办的什么事情要由这个会里面来决定 那交付下个会来执行 而且下次会议要怎么开 要讨论什么议题 要怎么执行 这也是要由这个console member 他们开了会来做成个决定 再交到下一个要主办的国家再去执行的 所以console member很重要 那我为什么说我们这次去十几个人 当然在去之前 我们很多单位 很多别的团体都不看好我们 因为我们是仓促成军 因为我接才是去年九月才接嘛 人员没有人员 钱没有钱 经费没有 资料都善失嘛 这样一个好像等于是还不健全的一个会 怎么可以去争取下一届的理事会呢 就是会员大会呢 大家都不看好 好像有点好像是自不量力了 是有的人是有这样跟我反应 你是不是自不量力 你也没有钱也没什么 而且你争取回来你怎么办 你根本就不健全的会 你怎么办是这样 讲我了 那我说的 我说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上次放弃了我们的主办权 我们发生了问题 我们被国外瞧不起 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声誉要重新建立起来 要争取回来 我说我们平时 即使我们认为说我们知其不可能而为之 总比我们不做任何事情都要好 我们只要说出去争取我们表现出来 我们应该有作为的话 别的国家会瞧得起我们 是会觉得 而且这是个NGO的组织 我们一定要把争取回来 所以我们团员也有这个认识 其实很多团员有这种新的人 新的就是说根本没有接触过这个会的人 他们不会有这个体认 那就是老会员 因为已经以前在会里面很多年 有的十几二十年的话 他才会有这个感想 这个体认 爱这个会 所以我们就这些比较好像多半比较年纪大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以英文为主的会议 我们光是说有老会员有热心 是不足以来担当这个重任的 所以在这个出国之前 我就召集了很多英文很好的 有博士硕士 还有那个前驻台代办的那个代办的这个主任 他们英文都很好 那我们就也请了很多年轻的人加入我们的会 那在会前我们有的人负责跳舞 有的人负责做文宣 有的写文章干什么 我们都有分工合作 那所以我们这次去的时候 我们就各个都有就只有所思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的任务 我们也有摊位 也有带了很多台湾的政经界的各种的文宣品 还有台湾复礼权益的各种的这个的记录统计表 什么都带去 做了很多的宣传海报去 所以我们这次表现的相当的优异 虽然说我们都很不欺眼 但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出钱出力 因为没有什么地方给我们补助 当外交部补助了一点 还有那个国贸会补助一点 我们只有 那但是所有的开销都是我们自己出钱出力 我们每个人的飞机票钱 吃饭钱都是自己出钱 就是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这个好像要加入这个NGO的这个组织 不愿意让它中断 但是我们得到这个好的成绩 因为我们实在让外国人对我们真的是寡慕相看 真的是寡慕相看 因为我们也主持英文会议了 也组那个国家报告了 还有我们摊位了 还送了很多的礼物 那我就把我不是有画画 我有101的图档 我把我101的图档就制成那个T恤 还有徽章 那还有那个手提袋 因为为什么要这样 下面就写 Welcome to Taiwan 欢迎他们到台湾来玩 因为101人家拿到了就一定是台湾嘛 所以用这个 因为这些是我个人作品的 所以都不需要什么成本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都用很精简的办法 花很少的钱 却达到了一个这个大的目的 那你就说 为什么我们没有把 Council Meeting 就是引到台湾来呢 因为我们这次竞选的 去竞标的结果是三个国家 美国还有菲基 还有台湾 我们三个国家都希望 25届 那个Conference 在各个的地方开 那像美国的话 它很强嘛 它美国的现在争取的那个会长 就是现在的总会会长 而菲基的那个那位要争取主办权的 他现在就是第一副会长 就Council Member里面 第一副会长 那我就选到了Vice President 所以我们三个人都好像进入了 在Council Member里面去了 那他们两个对这个Pasiva 这个大会来讲 他们两个对于各国的关系 都非常好 而且他们都是英语系的国家 所以沟通能力都相当棒 但是虽然我们表现很好 大家说也希望到台湾来看一看 来了解一下 但是因为飞机要争取 而且多半他们上一次 就表示他们要办了 所以他们说 那照以往都是要 大概要隔一届才能够轮到 你不能这次就要登记下一次的 所以他们说决定 这次还是给飞机办 那他告诉我说 假如说没有意外的话 2016年就再三年以后 2013年飞机25届 第26届Conference的话 就会到台湾来办 但是因为我们表现太好了 所以这一次的其中会 Council Meeting就在台湾办 所以我们明年的责任非常动大 希望各位有热心 这个复礼权益 还要对这个Pasiva有兴趣 会干什么多多与我联络 加入我们的会 我们共同来把这个Council Meeting 要把它办好 因为这是插量我们国家招牌的一种方式 谢谢 今天你这么讲 是我们你们很辛苦 而且讲真的这些人 你们去的这些人也很厉害的 在这么短短的时间 能够做出这么多的准备 可见平常的修养 平常的这个人的能力 平常的训练都不是三天两天能够办得到的 真的是蛮辛苦的也是 不过你刚才讲说 比如我们不能办这一届 我们要办下一届 其实在我心里想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因为毕竟怎么 我们可以多吸收一些很好的会员 而且多做很多的准备 多计划 我下次让他们 其他国家的妇女同胞 来到我们台湾的时候 他们对我们台湾的 这个女性朋友的支持 会有所认识 对某国家会有更不一样的看法 在我来讲 我觉得也不用那么匆忙 能够做好很好的准备 是很重要的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会议 是在十月份的会议 在台湾开 明年 明年十月在台湾开 还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可以做准备 我想我们在林育英老师 这么样的热心支持之下 我希望我们的政府机关 能够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团体的 我们民间的努力 真的是民间的努力 然后我们妇女朋友 有这份心 而且这个活动 这个团体 等于说也是让我们能够放大我们的视野 让我们走出我们的国门 跟别的国家的女性朋友多交往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希望我们观众朋友 有兴趣的人就可以来跟我们网络电视台联络 也可以跟林育英老师联络 也可以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再跟林老师多谈 那我们最后呢 要介绍林育英老师最近有展览 有她的什么样的展览呢 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 对我最近的话就是8月28号到9月2号 一个礼拜的期间 我们是因为我也是 英里中校友会的理事 我也那英里中校友 就办了一个绿园画展 就是在社交馆 假如说大家对我那个101大楼 那个作品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那边去看 因为那是连展 所以我的作品不多 但是假如说在10月1号 可能是有两个礼拜 也是在社交馆 那个期间是我又跟另外的 一个英里中的朋友一起开的 那也是在社交馆 那个时候就有两个礼拜 那个时候我可能有三四十话 在那边三四十幅画 假如有兴趣话 也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就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 到时候再可以跟一边看话 还可以跟我们林老师 谈谈她那个爬气话 的一些问题 今天的时间就到此 谢谢各位的观赏 我们也谢谢林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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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采访 谢谢 谢谢